来做一款万能百搭又厚料的披萨酱 它保存方便 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做成吐司披萨 你甚至都不需要再放其他的蔬菜和肉类 加上马苏里拉奶酪 就是非常完美的早餐了 我们准备三个中等大小的西红柿 一共大概500-600克 西红柿最好熟透一些 切成小碎粒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切几个口模 也切成小碎粒 半个洋葱切成碎粒 不到一头的大蒜 大概40克切成碎粒 咱们起锅烧油 出炸的橄榄油还挺贵 我们用黄油吧 或者用玉米油也可以 油热后下牛肉碎 先把牛肉碎炒到焦黄 然后锅一边放入口模 继续翻炒 口模炒软后 再锅到一边放入大蒜和洋葱 依然是把蛋蒜和洋葱翻炒到有焦香 继续锅到一边把西红柿放进去 然后添加大概20克的番茄酱 或者是番茄糕 汤汁收浓稠了 放入20-30克的白糖 2克的黑胡椒碎 还有2-3克的意大利香料 这里我放的披萨草和罗勒 然后再加入2克的盐 这时候你最好亲自尝一下它的底味 淡了加盐就好 用这个披萨酱做一个简单的吐司披萨吧 薄片的吐司去掉四个边 在每一边上切一刀 做成风车状 把它放进杯子蛋糕的模具中 先铺一层马苏里拉芝士 芝士铺在第一层 是为了防止吐司啊 吸收过多的披萨酱的汁水 导致底部变得太湿 掰开吐司盏呢 也能拉丝更丰富 奶酪上再放一勺刚才做的披萨酱 披萨酱上再铺上厚厚的奶酪 烤箱上火190度 下火210度 烤到上色就可以了 咱们所有的食材几乎都是熟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配方 请你点赞收藏加关注我吧 我是维珊妮做面包的山妈 下期见 下期见